在跟张庆森的时候呢 段子最宽 也就说 五三年聘了 天津广播电台 曲团 那有大量的录音 都是 每天演出都录 他既是广播曲团 但是他也是干业务 他每天都是剧场那儿 卖票 售票的干业务 但是带手呢 工作人员就把这些音都留下来 都录下来 可惜后来 反右派斗争以后 就是系统的把他们的东西都销毁了 按今天说 也是一点损失吧 因为他终归那些东西 留下来还是有研究的意义 有价值 以后呢 就又搭上的这个 又派了 比如这个买猴 这个买猴呢 我印象特别深 好像是在五六年 到五七年这时间吧 还是更早一点 大概是五四年左右吧 这买猴这段子下来了 他这个上一个新段子 不是自己随便就可以上 他也是有组织的 你把这个 念念 把它演出去 我父亲看完这本子呢 不愿意赏 因为从 他不懂别的 他在政治上 他不是太 太敏感 他就是 从业务角度 从向上规律去考虑 这个段子倒差比太多 也就是说 他如果说 这台上演这段 有一点忘了词了 或者是说 说走神了 说乱了 没有救 复合挽救 他不像有的段子 你比如说 跨入宅吧 跨入宅 随便大点小点都行 反正是说捧跟他们家扩 说来说去 开个玩笑 说来说去 开个玩笑 最后到底 一辈这个 这表趟子也好啊 是过去说 他们家的房子吧 然后路别的也好 都是 可大可小 可山可简 唯独这路 新段子 他这倒差比 一旦忘了 就能撂在台上 就下不来了 他狠处 又长 按当时 老头说 这个东西又臭又长 我受得了吗 背着一段 比别的段子俩还多呢 他不愿意念这个 但是 从领导上面 给一定压力 这是个任务 不能不能 要不动 太多问题 什么 我印象 他改这段子 他错就错 在改这段子 人家就是刘宝瑞 就说这 就按着那 和持原来那本子念的 念完以后呢 就是效果很不好 就算是一过 就完了 演一遍就过去了 他说我们老爷子 有一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本子 如果我不把它改到 我就变成我的话 改到了 我认为和情和理 不到这个火候 他是不拿出去的 所以他在这个段子上 废了 不功夫 晚上啊 他 我们家那房里很窄 他蹬着椅子 上这个 立柜上的 垢着烟去 他一上去 呜就晕了 咚就窗地下了 把脑里磕一口 磕一口 就是那些日子 费脑筋 费得太大了 他给自己 争了一右派 后来他演出 这段子以后呢 那就 一炮大响 也就是 算他成名做了也好啊 反正对他影响很大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吧 最后 就弄成一个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段子 达成右派 他在这个 这脑头上呢 急起急落 打成右派以后呢 到农村劳动 监督改造 受了点罪 然后到六零年的 下半年 调回来了 调回体育团 降四级工资啊 就改成了后勤 干活了 刷厕所呀 帮着食堂 干点什么 干这个 然后呢 又让演出了 你还得把那个 麦后拿起来 还得把他推出去 还要演 我可不演了 我这个好像 为这段子 我弄成这样 我闹那么些工资 我们家家 还有生活 都成问题 你这要老实不老实 又开始 又下回头 这是个态度问题 又把这个 重新又背下来 又演 到了四清 这些领导又跳出来了 说马三立 利用三年困难时期 推出了大独草 又埋伏 向党乡社会主义 逢狂进攻 又变成这样 又批判一个 这文革以后 真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这才 彻底的给他 平反了 这回又拿出来买猴 又不一样 是吧 那就是 邓小平的政策了 那今天的改革开放政策 心情舒畅 又一次 把买猴又拿出来 最近我看 天天电台出袋子 里面还有这段 说这个三起三落 老爷子的新段子呢 从这个买猴 开始吧 买猴以前也有些新段子 没有什么大的这个这个想象 没有在社会上影响 不太大 从买猴开始 以至于十点钟开始 什么开慧民 什么 统一病 统一病可能是没眼 看过这本子 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的 似曾相识的人 都是何耻写 何耻这个人啊 我没有什么 直接过多的接触 我接触过两三回 因为他的 他的孩子跟我算是一番人 还有个姑娘叫何鸿真 在书店里头 我一用什么书呢 我就找他 在以前我不认识他 因为这个 他也右派了 我也是右派子弟 就好像是 互相应当帮助一点 有什么这用书的话 要给他打个电话 或者到他书店去 积极的给我找 这何时呢 我接触过几次啊 也没说多少话 都是跟我爸爸一块 在公开场合 在后台 碰见过 这是何叔 我叫何叔 据我爸说呢 也没跟他有过多的来往 虽然说那时候批判 说他们俩 还沆瀬一气 什么一圈反党反社会主义 但是 有点过高的评价他 他确实没有怎么 没有接触 但是他爱写相声 他写了相声呢 就交个文化局 文化局就交到取义团 取义团领导 就布置给我爸 他是这么一种 工作上的关系 何持的东西 跟一般作者 会不一样 这个人呢 很有 有才 有水平 他写的段子啊 从这个利益上 从来我们航华 抓这个狐 他抓得好 尽管他那本子 拿出来就包括买猴啊 什么这些新段子吧 乍一看那本子 好像不是个相声本子 像一个小品 比如说 甲身穿 中山服 乙穿工作服 舞台上放一支暖瓶 就像一个小品 活报剧 但是这个本子拿来以后呢 经过我爸爸这个 不是一般的改了 那就是落地重来 但是给人家 原来的那个架子 不能变啊 就说这些语言 所有的这些包袱 都是老爷子填上去 买猴就是这么样 给他推出去的 把他捧起来的 这是十点钟开始 尤其是十点钟开始 到现在 就最近我看出了一盘阴袋 就是其中有的十点钟开始 给老爷子送去以后 他听完了很不满意 这是我那最次的那一回 给出了袋子了 但是他想着那好的那个 是没有了 那是赵佩儒给捧的 那是炉火纯青啊 这内行里头听 没有一个不挑大拨戈的 好 真个儿 老爷子这个礼物 添在这包袱 有利于刻画这个人物 他就烘托出来 这段子更好了 这十点钟开始 是老爷子最稀罕的 也赞成何持的一个最好赚 超过买好 我父亲呢 在这个解放前 从来什么都没参加过 他就专信一样 我做艺 我凭我这个艺术 凭我这个相声 养家户口 以至于连这个 什么大印 连那时候有那 那个打印子 储金货 大伙存钱 一天存多少 到时候谁先用钱 连那他都不参加 后来文化大道 说他什么 出兼足了 什么 特务了 纯粹是瞎掰 他要是那样 他解放后 倒许落不成又害了 怎么呢 他有政治头脑 他知道顺着走 他懂这个 他不懂 但是他是一个解放后 翻身户 解放以后呢 党和政府给了他 很大的荣誉 在艺术上呢 给了他施展 这个天地 很得逞 很舒服 从解放后 他就要求入党 要求入党呢 后来就 右派了 那就算完了 可是在右派以前 这工作 如果要没有右派 我相信用不了一年半载 他就入党了 抗美援朝啊 积极地去 给毛主席演出 哎呀 那激动的可不是 不是一般 我没见过他这么激动 他在给毛主席演出呢 一先都不告诉 不过今天晚上有什么演出 你准备准备 什么段子都没说 就通知 晚上接下去 有个活动 穿干净一点 不用穿大褂 就穿上中山服 那两年头就是中山服 接了去呢 天津市文化局局长 接到干部俱乐部 单独 给毛主席一个人演出 旁边当然有 也有一两位了 杨尚坤啊 总跟着毛主席 这几位首长们 单独演 完了就回来了 回来到家 挨个儿跟我摸手 赶紧啊 快握 是吧 这可了不得 我今天我见着毛主席了 那激动的 坚持是 所以后来 算他反党反受主义 他这个右派的买风 真是不可思议 他根本在反右 以前的大鸣大放啊 给党提意见的时候 他没发过言 因为他确实没意见 他也不读什么建设性的 什么否定性的 他不根本 他就热爱党 他没有意见 他就在买猴闹着 就大成右派了 以至于这么二十多年以后 倒平反了 说把这材料 拿出来销毁吧 管你一个完整的 干净的档案 找不着结论 没有具体材料 这也是一个很滑稽的事 但是呢 他在这些问题上 并没有把他这个精神压下去 始终是很乐观的 很乐观 我大爷有这么一种名言 在我爸身上 就起很大作用 当然这是一种消极的 就说人生如戏 对什么事 都要看淡一点 他在日记本上 有时候我看第一篇 总爱写上一句话 我是干嘛地 我指什么吃饭 都写这个 就是我就是说下上的 我研究我的段子 我养家户口 这是他最本质的东西 所以他在 虽然说弄个右派啊 他到农场去劳动去 我看那阵的精神啊 要比要比在团里头还要好 到这个农场 所谓这个去劳改改造去 也很有意思 刚一去呢 当然是很苦了 这都是改造对象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都住在猪圈里头 是新盖的猪圈 没有胳膊猪 但是呢 他是没有钱梁 上了有半了顶子 斜坡的 底有一坑 睡在那坑里头 用一些个席啊 把钱本罩上 穿上棉裤棉袄 老外婆再穿上大衣 再蒙上被我 那睡觉都很冷 白天呢 让挖沟 一米深 一米宽 多长 那是很受罪了 也没干过 虽然说那时候不老吧 但是这也五十来岁了 正在这个时候呢 这就来了贵人了 谁呢 天津市委书记处 有书记 分管农业的 管农场的这个 副市长 叫宋景毅 现在这宋市长 已经早没了 我们骗见那个市委 副书记 宋平顺 就是他的亲戚 现在的 宋景毅呢 到这个农场去市场 到了一下车 书记厂长都那接着 接副市长 这个宋市长来了 他一下车就问 马森丽在这 在这 他怎么样 他说怎么样 这就不好说了 他不知道是好 还是老子不老子 还是身体怎么样 是关心 还是什么态 有人掌握不了 只能说他在五队 或者在四队 把他的归族说一下 挤队 把他弄来 叫来 这就派车呢 就把他给接来了 正干着活呢 马森丽 叫你 拿着一个驢车 就被拉来了 到这以后 这是宋市长 我父亲认识 以前见过 还说宋市长 你好 你怎么样 干什么呢 我是挖钩呢 你怎么能挖钩啊 你这个身体挖钩 那个不行 值得你种粮食 全国人民不都饿着了吗 你来这儿是 是学习学习 是体验生活 改造死墙 不是让你干活 神体还是要紧的 以后还得说相声 大家还等着听你的相声呢 好吧 在这几句 好吧 老头救了 等宋市长一走 这不单不挖钩了 也不住住家了 就住在一个里外间的房子 外屋呢 是这个这个广播站 里屋呢 等于是他个人的宿舍 有一张单人床 每天呢 是还补助 给他二斤牛奶 粮食定量的四十五斤 不过那段小日子过得好 到每段放假回家 还总带点什么 带点什么萝卜呀 那是挣杜荒吗 家里还挺美 过得不错 农场的领导呢 是确实很淳朴 尽管有政策吧 当时对这些人监督改造 但是今天看 好像那些人 他没拿这些的人 当阶级敌人 那举一例子吧 有一天呢 让他勘肠 勘肠呢 就是稻子下来以后 搭一小屋 坐里头 看着那稻子 别有人偷 他在里抽烟来 你抽烟呢 拿火柴一点 屋下的 把稻草都给点着了 那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了 好吗 烧放火 破坏 吓坏了 拿手扑 赶紧的 拿手都烧了 这转天就开大会了 全农场大会 厂长呢 就讲话 就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安全 防火 昨天 麻三粒 在这个草舵里抽烟 把草点着了 多危险 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又坏了 这非得逮走不可 怎么处理 三会儿之后 把他说三段 连说三段相声 就算完了 结果那大傲啊 一给我讲 负担三段 说了跟五段 说这事就算过去了 那这儿呢 也有不少人啊 是抱着同情态度 所以我们老爷子呢 就是处在什么环境里 好像啊 都能意见好人 他对任何事呢 都不是太 太那么认真 认真的就是自己的业务 只要是牵扯业务的事 演出 那绝对是一丝不苟 在后台 甭管受多少气 上了台 跟换个人似的 就不是他了 我就得对得起观众 人家观众来看我来 我不能让人白来这趟 让人不满意 得让自己满意 观众满意 这才能达到自己的意气的要求 对自己要求的效果 我们老娘病重 那就 这四十八早了以后了 那就焕发了艺术青春 那这儿呢 竟是这种 这个这个 庆祝活动啊 而且呢 邀请老爷子的 演出也很多 文化局也好啊 什么市里也好啊 经常有这种活动 让老爷子去演 有一天呢 大概是什么 是募捐啊 还是 残疾人协会啊 反正是一个政治任务的活 我们老娘呢 就是病重 她心脏病很重 那些天呢 正在这个 抢救 大夫刚走 这时候已经有点昏迷状态 可是今天晚上 第一文化工 有演出 早病的 我们作为这个子女亲属都认为 打一电话 换别人 就不能去了 因为很危险 病人很危险 他连忧意都没忧意 穿上医生 反正走的稍微晚一点 不是刚一开场就到 因为她最后一个节目 把这任务完成了 演完回来一看 我们老娘已经没有 出演气了 当时她呢 就全身心的 那就是 报恩思想 而且她跟很多人不一样 一般老了吧 都 人老了怕死 人老了就贪 这就是 少年之时 戒之在斗 什么什么 青年什么 戒之在色 少年戒色 中年戒斗 什么 老年的戒攀 我记得好像是 孟盟之道 原来就有这些说法吧 但是老头呢 他猜 在这个问题上 看得特别的 有点幽默感 老娘一没 回民呢 就是不火葬吧 都是土葬 回民公墓 埋在那 那在84年 16年前 老爷子就主动提出来 买两块地 给自己留一块 不单留一块 还立上碑 马三立之木 一个呢 是 表达了 他对我母亲的这个 忠心耿耿 因为那时候刚一 老娘一没的时候 不少人都提亲呢 他才70岁 刚出头了 竟是想嫁给咱的 对吧 绝对不要 再一个 他把这个问题 看得特别淡 活着就好好活着 死有那天 走 也不留恋 他这墓呢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有点新闻作用 不少 连报纸 我看都登过 登过他这个墓 有不少人到天津 咱同行业的 专门到那去看看 我们家从这个新社会 解放以后 我爸爸 感触最深 就是最大的翻身后 因为你看 尽管在旧社会啊 四八年 四七年那时候 就是红了 没挣过大钱 一直也就受这个封建拔头啊 什么剥削 在过去呢 这个相声啊 也不传底 杂耍这个行业啊 取义啊 底角都是精英大鼓 什么林红毅啊 小台武啊 这些老人吧 他们底 白云鹏啊 刘宝乔啊 精英传底 最好的相声 刘二 后来可能是侯宝林 改变的这个 因为效果好 相声传底了 在老年间没有 再好的相声 也是刘二 这刘二虽然说跟底 就差着一个 一个名策啊 那钱可就差多了 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事 按我们老爷子说话 我那年棒棒白云鹏 如何如何 我那年棒刘宝乔如何如何 这叫棒 棒角的 李子 实际咱又不跟他一个节目 他唱他的经讯 咱说咱的相声 你这叫棒角的 他在旧社会 没得过好 解放以后呢 就翻身 特别翻身 市里头啊 政府挺重视 那时候政协委员啦 什么文艺公会 副主席啦 什么 体团副团长啊 都是他的了 所以在政治上呢 热情 有一种报恩思想 所以解放以后 五零年吧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第一届 这个这个 这个慰问团 去北京的 那时候 我估计就要求 把第一届到我去 还是第一届没轮上 就何果林啊 什么小魔鬼他们 不管为什么 他们去 天津呢 就是第二届 那时候我记得 我爸爸去的时候 我妈哭 很危险啊 炮火远天啊 就家庭妇女嘛 肯定 这是一家之主 这要没有 这家 我们家八个孩子 家是马丁伯 九个孩子 那生活怎么办呢 但是我父亲还是去 而且不是一趟 去一趟 十一年半来的 是夏月五月 我不记得 回来以后 又歇一段 又去一趟 一共去了三趟 以后 停战以后 可能又去了 就去过三趟 在那摸爬棍的 长一身狮子 满不顾 在这方面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报恩思想 包括现代文革以后 它又灌发了这种 就报恩思想 艺术上 它没有伙伴 没有捧跟着的 就让王凤山 王凤山是 唱快板的 他没说过相声 但是他一字一句交给他 王凤山过世以后 自己还要演 就编了大量的小段 小笑话 而且呢 也可以说快智人口 那时候逗你玩啊 现在小孩们都知道 这都是 这是一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激发的 它这种力量 不走学 不争名 不夺利 只要是包括一些 社会公益活动 比如说吧 公安局 需要一些个名人 去维持治安 这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效益吧 带上个孤 孤孤治安员 在他们家门口呢 在大马路上 帮着维持交通秩序 一找他 我干 为问干警 那演出呢 就是一呼不断 一年到时候老有 后来应该什么 应该在马路上一站 围着人 倒影响了交通秩序 结果 您别来了 但是属于社会公益活动的 为政府 办事的 觉得责乎旁败 甚至身体不好 哎呀呀 他也办 就包括 我母亲眼看要过世 他在家当着 那厕伙 这大夫抢救 然后今儿晚上有演出 他还演去了 演完回来以后 老婆没的 到家就等于没见着面 见面才死了 一个相声演员 这一辈子 要是能够 这合作伙伴 大伙 我们说大伙 合作 一个人 有始至终 几乎没有 像比较长的 你像高永培 范真玉 大火四十年 但最后还是散了 那就很不简单 在我印象里头 我父亲这一辈子 搭过的火 临时火不算 正是大几年以上的 大体上可以分赠的几位 就是 刘奎真 耿宝林 胡怡晨 张庆森 赵佩如 王凤山 可以分这么几 几阶段 刘奎真 耿宝林呢 那时候就是 刚才我说的那个 属于那个 这一波人都在一块 就 青年时期吧 正在磨练的时期 就是你给我访 我给你访 比较合作长点的 就是这两位 后来呢 就是 胡怡晨 胡怡晨的相貌好 胖 剃光头 口音也好听 他给老爷子 就 艺术上就 赶路头脚了 到北京一炮打响 那时候就是胡怡晨 后来就是 也是散了 他呢 跳着别的 园子去了 以后呢 就杂上这个张庆森 张庆森呢 是完全是老爷子 一口一口喂着 基本上 除了他天赋条件以外 没有什么他个人东西 是一个好捧跟子 真正好捧跟子 你应当有你自己的东西 所谓捧 就是两个手 捧 拖着 这斗文子 斗文子在那演 你在那 既代表观众 又是演员 他是 双重的身份 他能够 哄脱气氛 补 补这 豆根的不足 所以能做到 这点的 就不要说是 你说哪段 我都会 我都能给你接上来 亘古一人 就是赵佩如 为什么赵佩如 他作为捧跟的 他在天津市 曲艺工作团 一定级 他就定为四级 那个时候就分十六级 演员级十六级 六级以上为高支 一般来说 就是能够团体 能够单纲的主要演员 像什么 长宝亭啊 小兰云啊 小财武啊 这些人 我们老爷子 都在三级四级 一级二级 最早没有 反右以后 有了这个 二级 小太武 二级 我们老爷子 降为七级了 那时候另回事 就说最早 凭艺术定级 赵佩如定为四级 那时候李润街 那十级都不值 十一级三级 你来说他六十多块钱 七十多块钱 赵佩如 二百二十四 和一押当行人 你要没能力 你凭什么定二百二十四 一般的捧根的 一百一是一块五 他二百二十四 可是没有人咬 他这不合理 没有 就说他的艺术 直 他直这个四级眼 他尽管是捧根 他没办过刺绝 侯果连 小蘑菇 我们老爷子 他正式搭火 就是这一生 就得撒人 他是个捧根子 但是他能够给斗根子说活 他对所有的相声 他都可以去平头品足 而且他能给你指出来 你究竟哪点不对 哪点好 哪点不好 哪点应当怎么努力 哪点根本不能用 他说的一般的都是很 很正确的 所以同行没有不服人 他没有好斗根的 他斗根 他拉着李寿东 他斗 而且他的斗根 那是 地道 绝对是规规矩矩 是老道 赵斗根 基本上跟我大爷是一种疏强 比较保守 但是他那东西好 好以后呢 他就不改 他要求别人也是这样 但是后来呢 因为有我爸爸斗根了 他就干脆放弃了 斗根了 他就专心捧根了 他能斗根 他能说单口 他能说评书 他能当艺术指导 所以他这样的 这个这个 大家 我估计空前之后 也许将来还能有 反正按当代 中国说像 捧根超过赵斗如 不说超过 就跟他 贴近他的 可以说没有 对他当时文化大革命当中过世 我老爷子相当难过 尽管从这个 就是交情上 他不比张静生 交情深 但是从艺术上 是一大分身 我呢 从小啊 就是接触这文艺业 具体说吧 就是取义 像手 但是我不是从小就 就干这个像手 我最小的时候 我喜欢听听听听 可以说我小时候的钱 没买过的零食 那时候加大人给钱很少 给几分 再以前嘛 给几百块钱 就是几分钱 我小时候 一百块钱就是一分钱 一千块钱就是一毛钱 拿一百出去买零食 钱存起来都听信 说上至马连良 梅兰芳 这些大师级的 经济艺术家伙都听 就爱这戏 可是听戏呢 是花钱听 听相声呢 是白听 所以听相声就更多一点 听相声呢 就是我哥哥马丁伯 在那秒事啊 天天在那说相声 我爸爸呢 基本上每天晚上 都有相声 我只要闲下来 我就上这两个地方去听 听当然还有好处了 在那个相声厂子 有时候听到不到一天的时候 那钱下来了 有那个破票啊 往一块粘 粘不上的 或者粘得挺乱的 那个票子 也能花呀 给你吧 我就给我一毛钱 出去买个竹梨 买点脾气 买点糖豆 那时候也就是个 十岁以前吧 七八四 我出身是一人出身 一九四五年 日本投降 生人 十岁份 今年我五十五岁了吗 周岁五十五了吗 四五年生人 以后呢 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 天天人民广播电台 在那儿也录播 录音播放 因为什么呢 他整天 整天在这相声厂里熏呢 像什么 十八筹绕口令啊 像什么有些个小段啊 小笑话啊 我也会说两段 当时天天电台 有个编辑叫陈宏凯 早过世了 他有时候 你来一段少人节目 也有时候念点新段子 也播 上台呢 也不吐 可在小学毕业以后呢 我就 没听大人的 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 我就擅自的 就投考了这个 天天戏曲学校